HELLO 大家好,我是Sherry 大家知不知道Stand Oil這個品牌呢? 這個品牌本身是一個韓國的小眾手袋品牌 經過了很多影響者、明星用了之後 它就成為了一個現在大眾都認識的品牌 其中最為人熟悉一定是這個Jupe Beback 因為Lazelle Opion的成員Eugene 背了之後就成為了大熱的款式 我在韓國和香港的街上都看到很多很多人背這個袋 最近我在找一款可以背上薄的黑色白鴿袋 來代替我這個袋,真的很喜歡很喜歡 它完全可以放到我一部大的相機 手拿出去是完全沒問題的 但因為它沒辦法可以背上薄 我經常要這樣手拿著一天 手其實也挺累的 韓國現在真的出了很多很多這些皮質的袋 但我又不想買一個黑色一樣也是皮質很類似的感覺 然後一天我突然發現Stand Oil準備出一款新的袋 就是Jupe Beback的尼龍款 我發現到的時候那個袋還沒上架 我一等它上架,我立即就買了它回來了 醬醬 我昨晚就收到了,但我喝到今天才打開它 期待了整個星期,終於到手了 現在一起打開它 OK 拆了旁邊的保護膠之後 就是這樣整個袋 皮的部分就保留在前面這個格子 就在這裡 還有肩帶位也是保留在皮 其餘的這些位置 全部就轉了做尼龍的質地 另外這個袋除了質地轉了做尼龍之外 其實它的尺寸也是比原版的Jupe Beback比較大 像保齡球袋一樣 是小小梯形斜進去 打開裡面 哎呦 就是一堆 紙 袋形有沒有可以維持到呢 完全就是靠著這些紙去撐住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拉鍊位 另外這邊呢就是有兩格 就這樣可以摺進去 裡面真的超大空間可以放到我現在拍片的相機 非常之滿意 其實這次除了想跟大家一起開箱之外 還想順便分享一下韓國 今個夏天流行的這個手袋款 今個夏天流行的手袋款式 其中一款正正就是我今次買的這一種 尼龍質地的保齡球袋 如果夏天我拿著皮質的袋 整個outfit的感覺 被人覺得比較秋冬 還有可能會有一種悶熱的感覺 但換成了尼龍質地的話 整個感覺就會不同很多了 另外今個夏天很流行的broket風格 襯這些袋呢 真的完全是一流 我今天就特意穿了broket的風格 去給大家看一下 襯完這個袋 袋子 袋子看起來有點單調 襯了整個outfit也很單調 如果在袋子上再綁一些絲帶 扣一些吊色 整個style就好看很多了 原本我對JubiBeat是有點抗拒 因為真的太多人揹 到處都是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種抗拒的心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 一直都覺得 我要買都不會買這款袋 直到它出了尼龍款 真的完完全全是我想像中想要的 這款保齡球式的袋 因為價錢也不太貴 大概都是600元加運費 你寄到來香港 大概都是700元內就會搞定的事 我看一看發現它是有白色 黑色 灰色 還有一款粉紅色 粉紅色我都看到網上 幾多人在背 但我真的會比較偏向買 黑色和灰色 然後白色 如果我真的想買一個黑色的白搭袋 我優先一定會選灰色 總結來說 如果大家都在找一款這樣的袋子 其實我也很推薦這一款 它除了可以搭到 今天夏天很流行的Blocket風格 還可以搭到 碎花款式的可愛一點 少女感的衣服 你想穿帥一點 街頭一點的時候 這個袋也可以用到 暫時我真的想不到 這個袋不好的地方 特別是它的容量 大開給我放到相機的東西 我已經會加了很多份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的話 就留言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去播放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下條影片 為我們下條影片 收集中 底部的影片 我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 這邊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